走出高鐵左營站 經過這個走道 這邊就是台鐵 可以看到其實往屏東的班次 還蠻多蠻方便的 但現在中央有意推高鐵難延 而且還要斥資600多億元 但這樣真的需要嗎 沒有那必要 浪費公堂 交通載量來說 可能經濟規模上 還是比較不方便 要花600多億元 蓋民眾都不認同的屏東高鐵 到底為了什麼 在地議員講運會講得很直白 你不要因為明年選舉大了 然後你認為這個是一個 釋放力多的一個政策 但是也許 這是你的計算錯誤 爭議這麼多不是沒有原因 另外來看看需求性 以往要前往屏東 搭到左營高鐵 不到兩分鐘就到台鐵站 平均10分鐘就有一個班次 最快的自強號到屏東 也只要19分鐘 但如果現在難延到屏東 地點選在六塊錯 因為是支線車站 班次間距可能是一個小時 才有一班 雖然到六塊錯是15分鐘 但地點遠 要到市區還是得轉車 以往過去 我們的屏東機場 也是一樣 像屏北 還有恆春區長 到最後都不了了之 再留子孫 經濟效益第一 還有學者痛批 這就是禍言子孫 政府為何堅持要在六塊錯 而不是與民間各界討論 若強行通過 讓人質疑著政府 是否帶頭有炒地皮之嫌 應該要以一個安全性為考量 不應該因為政治 因為選舉的部分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炒作 高鐵難言 原本就正應多年 現在宣布要蓋 距離大選只剩四個月 中央力多一波接一波 卻引發外界罵聲連連 還有人說 這將是交通史上最大謊言 經濟效益不足 硬蓋簡直是打腫臉充胖子 更被質疑一切都是為了選舉支票 記者張春華 梁家文 潘穎文 屏東高雄 綜合報導